欢迎来到真哥的长夏茶馆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关于在太阳系以内可能存在外星生命的话题 让我们先把目光放到地球海底2000米以下 它是一片永恒的黑暗区域 这里寒冷又沉寂 海水的压力足以压扁任何一艘潜水艇 按照通常的理解 应该没有生物可以在这里生存 但是事实是 在这个深度的海底热泉附近 依旧奇迹般的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海底生物 包括螃蟹 牡蛎 小虾等等 根据这种现象 科学家做出一个推断 在地球以外 外星生命同样可以存在于一些极端的环境中 所以让我们把目光从海洋移到太空 那些看上去了无生机的星球 说不定就生活着人类不知道的生物 而且不用走太远 在我们的太阳系里 就有一颗被科学家称为最有可能存在地外生命的星球 那就是土卫6 土卫6是土星最大的卫星 也是太阳系的第二大卫星 直径是月球的1.5倍 它的另一个名字叫泰坦星 这颗星球在许多科幻故事里 通常是地球人或其他外星人的殖民地 在大家熟悉的漫威宇宙中 那个大反派灭霸的故乡就在泰坦星 土卫6之所以被赋予这么多想象 不是没有原因的 首先它拥有浓厚的大气层 成分与早期地球有相似之处 是太阳系中除地球之外 唯一拥有浓厚氮气的天体 另外土卫6上分布着 众多由液态乙丸和甲丸构成的湖泊 而甲丸是生命存在的重要依据 地球上95%的甲丸 是由生命活动产生的 反过来 甲丸在特定情况下 也可以合成有机物 而有机物正是生命产生的物质基础 地球生命的起源 氨基酸就是一种有机物 这个现象表明 土卫6很可能有着丰富的生命活动 美国宇航局在1997年发射了卡西尼惠更斯号探测器 其中惠更斯号在2005年1月14日成功登陆土卫6 根据惠更斯号的探测 土卫6的大气层会定期下雨 但是这些雨不是水 而是液态甲丸和其他有机物 这也进一步说明 土卫6是一个极有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 一些科学家就推测 土卫6上应该存在着与地球早期生命类似的生物 不过以上这种推测还只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想法 更开脑洞的猜想是 土卫6上存在着一种与地球截然不同的生物形态 那可是一种真正的外星生物 在2010年 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 对卡西尼号和惠更斯号探测器传回的数据 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发现了其中的蹊跷 首先当然还是要回答 为什么土卫6上存在着大量甲丸 有几个科学家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颠覆性的观点 来解释这个现象 那就是土卫6上很有可能存在一种全新的生命形式 那里的生物应该是基于甲丸生存的 而不是基于水 而且这些生物呼吸的气体是氢气而非氧气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土卫6的大气层中分布着不均匀的氢气 因此有大量的氢气从高空催落到了地面 但是地面却探测不到氢的存在 科学家说 这些氢气就是被地面的生物吸进了体内的 另外还有一点 土卫6的大气成分与阳光发生化学作用 会产生乙缺气体 并且下降到覆盖地表 但是探测器也没有在这里发现乙缺 为什么这些乙缺会凭空消失呢 科学家再次推测 这些乙缺同样是被地面的生物吃掉了 所以说到这里 我们可以这样描述土卫6的生物 这种生物基于甲丸生存 呼吸的是氢气 吃的是乙缺燃料 如果这个想法是事实 那么无疑是一个颠覆人类认知的现象 这说明宇宙中还存在着除水积生命外的 另一种以甲丸为基础的生命形式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这还只是一种假说 它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一条探索外星生命的思路 这完全是一种超越常识的想象 说不定有一天 我们见到的外星人 就是一个由各种毅然成分组成的生命体 一点就着 极度怕火 关于土卫6 人们对它的遐想是再太多了 在一些科学家眼里 土卫6还可能是人类在未来的一个避难所 大约在41年后 地球将会被不断膨胀的太阳所吞噬 那时候的土卫6 就可以作为人类的一个理想栖息地 所有人都将移民到那里 将土卫6创造成一个全新的人间 只是我们还不知道 人类文明是否能延续到那一天 又或者 那时候人类已经移居到更遥远的星球上了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人类寻找新家园的步伐不会停止 难怕仅仅是出于好奇心 都足以驱使人类走出地球 飞向太空 也只有那片广阔的未知区域 才足以激发人类的想象力 而只有想象力 才是宇宙的边界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到这了 喜欢这个视频就请分享点赞加关注 我是曾哥 我们下回再聊